2020年7月5日,大四女生黄雨萌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发,直奔青海。 她即将徒步穿越青海的可可稀里无人区。 然而,25天后,警方在可可稀里无人区发现了一堆白骨。 经DNA对比确定,白骨正是黄雨萌的遗骸。 令人不解的是,骨骼上的皮肉早已被野兽啃食干净,但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血迹。 警方分析,黄雨萌死前似乎是全身赤裸的,死后才遭到野兽的袭击啃食。 一个青春美丽的少女,为什么会选择孤身徒步凶险无比的无人区呢? 她在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? 大家好,这里是第五情报站。 7月8日,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开发区派出所,接到了一则报警电话。 电话对面称自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。 江宁校区的辅导员,学校学生黄雨萌擅自离校,目前与学校家中失联超过24小时。 警方接到报警后,立即将黄雨萌列为失踪人口,展开了调查工作。 经过多方线索搜集,警方根据黄雨萌的铁路购票记录, 发现她曾经从南京出发前往青海省戈尔木市。 南京警方迅速与青海戈尔木派出所,青海德令哈车站派出所, 青海玉树州公安局联系,并请求协查黄雨萌的下落。 戈尔木方面的警方通过联合调查, 并未发现黄雨萌的身份信息登记住宿情况。 但辗转找到了当天送过黄雨萌的出租车司机, 那个小姑娘我记得,很会砍价, 说自己带了帐篷和随身物品, 晚上还要住在可可西里无人区, 我开车受道路限制, 只能把她送到清水河。 她背着东西徒步走了, 可可西里无人区面积广阔, 跨度足有4.5万平方公里。 这里环境恶劣,昼夜温差巨大, 天气多变,经常会有暴风雨和暴风雪, 随时都有想象不到的危险发生。 每年都有游客独自一人, 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迷失方向, 有人能有惊无险地得到救援, 也有人横遭不测。 根据出租车司机的描述, 黄雨萌进入无人区时带了帐篷以及其他装备, 但是在高原上, 普通的露营帐篷起不到足够的防寒防冻作用, 此时距离黄雨萌失踪已经过去经一天一夜, 他随身带的食物和装备, 是否够支撑到现在? 最让人不解的是, 一个内地的大学在读女生, 孤身一人跑到可可西里夜宿, 他是因为什么? 找到他的可能性不大, 但我们也要尽力。 在无法定位黄雨萌的位置信息之后, 格尔木警方和当地的蓝天救援队, 配合进入了无人区展开搜救, 他们带足了干粮和装备, 全力搜寻黄雨萌的下落, 一直到7月8日晚上, 在地毯室排查下, 所有搜救人员还是没有找到黄雨萌, 正当大家心灰意冷时, 数据总部发现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线索, 根据黄雨萌手机的信息显示, 7月8日晚上, 黄雨萌曾经出现在玉树州区麻来县境内, 这是否意味他还活着, 虽然信号只是一闪而过, 很快便从雷达上消失了, 但警方一直追踪着黄雨萌的信息, 不过令人困惑的是, 玉树州区麻来县离黄雨萌8号中午, 在清水河下车的位置, 已经有200多公里, 一个内地年轻女孩, 忍受着高原反应独自行走在无人区, 半天之内徒步200多公里, 这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, 而且, 在捕捉到手机信号之后, 黄雨萌的手机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, 谁也没能再打通这个电话, 警方也没有查到有关他住宿、 乘车的信息, 更没有找到他本人, 搜救只能先暂停下来, 警方时刻注意着黄雨萌在玉树州区域的动向, 不放过可能出现的任何消费或者住宿行为, 由于长时间找不到不上黄雨萌, 警方和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, 12日下午, 黄雨萌的父母, 在南京警方和南行的工作人员陪同下, 赶到了青海索南达解保护站, 黄家只有黄雨萌一个女儿, 得知孩子失踪在眼前茫茫的无人区上, 黄家父母心如油肩, 与此同时, 南京女大学生黄雨萌在可可溪里失踪的消息, 也在网上迅速传播, 得知黄雨萌失踪, 她的朋友们轮流给她的手机打电话发消息, 怕错过她任何有信号的时刻, 众多网友也为这个年轻女孩祈祷, 希望能有奇迹发生, 尽快找到黄雨萌, 但是, 在所有人的高度关注下, 黄雨萌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, 手机再也没出现过信号, 整个青海省都找不到她的消费记录, 搜寻到第五天, 无论是警方还是学校工作人员, 心情都十分沉重, 黄家父母更是哭天喊地, 结果就当众人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, 13日下午5点左右, 警方突然发现了黄雨萌的身份信息, 出现在南山卡口收费站, 这就意味着有人在这里刷了黄雨萌的身份证, 进入了青藏县, 南山卡口, 离黄雨萌六天前上出租车的格尔牧市区, 只有20多公里, 如果她徒步出现在这里, 似乎一切都比较合理, 这是黄雨萌本人吗? 警方能否找到她? 虽然这里距格尔牧市区很近, 但无天前她的手机信息, 还在200多公里之外的玉树州驱马来线, 这就意味着, 从7号到13号, 黄雨萌从格尔牧市折返400多公里, 又回到了原点, 这样一算, 很多网友都表示质疑, 连前往救援的工作人员都怀疑, 这是有人冒用了黄雨萌的手机和身份证, 但是这已经是警方掌握黄雨萌的最后信息, 任何蛛丝马迹都意味着一丝生命的迹象, 警方迅速赶到该收费站, 这里是无人区, 没有视频监控, 警方的搜寻进行得十分吃力, 不出所料, 经过搜索后, 依然没有找到女孩的身影, 前前后后过去了十几天, 黄雨萌的踪迹再也没有出现, 警方怀疑她可能遇到不测, 这引发了全面搜救行动, 警方和当地的蓝天救援队等进行了联合行动, 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, 希望能找到黄雨萌, 26日凌晨, 针对黄雨萌的大规模搜救工作展开, 民警、武警公安、消防员战士, 甚至当地的护林员都大规模出动, 他们携带着单架和急救设备, 带上了无人机、搜救权、 无线电通信卫星技术等高科技手段, 深入可可稀里, 全力以赴地进行地毯式搜索, 不放过任何线索, 所有人都在心里祈求, 希望上天能够眷顾这个年轻姑娘, 但自然总是美丽又可步, 蕴含着让人无法忽视的力量, 30日晚上7点多, 搜救队在保护站旁边几百米的位置, 发现了一堆人体骨骼, 皮肉已经被野兽啃食干净, 有些骨头上面还残留着暗红色的人体组织, 尸体旁散落着黄雨萌的手机身份证, 学生证户外用品, 背包里还有一瓶安眠药, 除此之外, 还有几件完整的衣物, 经过DNA比对, 警方证实了这具尸体正是失踪已久的黄雨萌, 黄雨萌的父母怎么也没想到, 与女儿再次相见会以这样的方式, 当即哭得晕了过去, 警察注意到, 和遭到啃食的尸体比起来, 一旁的衣物干干净净没有血迹, 也没有被撕扯的痕迹, 种种迹象, 似乎都可以判断黄雨萌死前是赤裸的, 死后才遭野兽啃食, 黄雨萌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, 再或者是意外死亡, 这件事引发了众多网友讨论, 有人说黄雨萌对图不了解不够, 图中出现意外恶劣天气导致了死亡, 也有人说他是在图中遇到了坏人, 被杀害后丢弃在无人区, 有网友甚至说黄雨萌去可可西里不是散心, 而是想不开去自杀的, 不同的观点纷至踏来, 让人难以判断真相, 蓝天救援队理事长谢文林表示, 黄雨萌很有可能是抱着轻生的目的, 到达可可西里的, 引用了催眠药物, 使自己处于昏迷状态, 由于可可西里昼夜温差极大, 夜晚时温度过低, 黄雨萌可能出现了湿温现象, 自己脱去了衣物, 最后在晚上被冻死,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黄雨萌朋友的解释, 他表示黄雨萌因为学习的事情压力很大, 心情一直郁郁寡欢, 这次去可可西里之前, 曾和朋友们说自己是想出来散心的, 黄雨萌从小成绩出色, 但高考时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理科专业, 读了一年始终没有兴趣, 这时他了解到南航来到自己就读的学校, 招收飞行专业学员, 于是果断报名, 他的能力十分出色, 顺利通过了选拔, 统一培训时一直表现优秀, 本以为自己能顺利进入航空事业, 但真正考试的时候, 却因为过于紧张导致了失误, 最终只能飞行专业转到了空城专业, 重新读了大三, 学业上的种种不顺让他心情十分低落, 本来应该准备的毕业论文和答辩也迟迟未做, 朋友看出他压力山大, 想和他谈心, 他却说自己要出门远行, 徒步穿越青海可可西里无人区, 2020年7月5日夜里23点, 黄雨萌自南京出发, 坐上了开往青海省格尔木市的C164列火车, 从此再也没有朋友见过他, 24岁的年轻生命, 就这样消失在苍茫的无人区, 对于黄雨萌在生命最后时刻所经历的情况, 谁都无法得知, 时至今日, 他的死因依然是个谜团, 现如今,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 年轻人的精神压力普遍都越来越大, 为了释放内心的压力, 很多人追求刺激和冒险, 但这种追求应该是有限度, 有安全保障的, 像可可西里无人区这样环境复杂, 救援条件不完善的地区, 如果没有做好完善的准备, 还是不能随意踏足, 不管黄雨萌的死因到底怎样, 他的死都注定是一个家庭的悲剧, 很多时候所谓释放压力都不能, 凭着自己的一腔孤勇为所欲为, 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,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, 珍惜生命才是上策之旋。